哎唷 柳士忌 天天有個星 大家好 我是雷歐 今天要來看達達人對上不列敵人 這場比賽是天梯的阿拉伯地圖 先來介紹一下橘色是選擇了達達人 達達人這個文明呢 最大的特色是有免費的拇指環 還有安息人戰術 所以他的馬功呢 速成是非常快速的 但是達達人的經濟喔 其實不是太好 雖然他沒產生一個新的城鎮中心的時候 也會產生兩隻可以馴養的動物 像這個豬或米養 那這個效果呢 讓他達達人在蓋好城鎮中心之後 再把兩隻養給吃了 這個斷3TC的肉會比較少一點 但整體來說 達達人算是沒有經濟加成的文明喔 所以達達人來說 還是要比較偏向偏農跟強軍士的打法 會比較對後期有利一點點 那達達人的草原騎兵呢 是有這個施護甲的關係喔 也是草原騎兵裡面遠防最高的文明 那中體而言喔 達達人還是比較偏向於 騎兵科技路線的玩法 好 那我們接下來看一下 不列顛人 那不列顛人呢 最大的特色就是 他的弓兵的射程非常遠喔 這個英國常弓兵 大家應該都聽過 那不列顛人除此之外 還有這個城鎮中心的木材喔 是價格減半的 所以一根TC喔 大概只要 把牧場再多加個50木頭左右 就可以蓋一下了 所以不列顛到了後期 基本上蓋城鎮中心喔 其實是一個很划算的選擇 但是還是需要耗費石頭 這一點可能需要注意一點 那不列顛的打法呢 是全能型的文明喔 他基本上三攻三防都可以打 那後期呢 也可以搭配一些弱馬去騷擾對手 那中期的部分呢 也可以考慮轉一些重裝騎士喔 去對應敵人 但是不太推進喔 肉馬的話 效果跟收益來說 會比較好一點 那不列顛的後期槍兵 加常攻兵喔 這個打法是非常兇魂的 後期再加上巨型投石機的 戰狼科技喔 可以把巨型投石機 當成火炮來用 也沒什麼太大問題 好 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 兩邊的地圖 目前看到地圖部分呢 是左邊有黃金 上方有石頭 那下方有果子喔 那目前看起來這張地圖 是比較OK一點的 雖然黃金在前面喔 但是附近的部分喔 沒有往前喔 還都是在側面的部分喔 所以不會說太差 那圍架的部分喔 雖然可能要圍大一點喔 但至少他這邊的墓區喔 看起來是比較穩定的喔 後面還有一點 那中體而言大概五六十分喔 可能沒有合格 但至少附近的位置喔 讓他相對安全 那接下來看一下橘色 橘色這邊的果子在前方 哇這個前期就很麻煩 因為不列典這邊吃 馴養動物是非常快速的喔 所以他前期打三棒棒開局喔 裝甲塔工喔 也是可以考慮的 或是打裝甲塔 裝甲配上轉攻兵的打法喔 也是蠻厲害的 所以這個果子可能要稍微微出去一點喔 才能安全吃完 那這部分的話 他可能前期會耗費大量的村民喔 或者是這個劍柴去圍前方的部分 所以地圖來說的話 我覺得是沒有到合格的喔 黃金雖然在後方喔 還不錯 那金礦在下方 那這個金礦就有點麻煩喔 很容易被控住住 那還好下一塊還有附近喔 可以接受 那打法這邊地圖 整體而已喔 看起來並不是非常的有 大概也是五六十分左右 好 那我們接下來看一下 玻利店這邊的打法吧 那這兩位玩家 也是我們知名的選手 這個Dark對上Dout 兩位都是非常頂尖的選手 好 這一隻村民會被抓掉嗎 應該不會 肉馬過來拯救了 好 進入到封建時代 肉馬傷害變高 這邊高打滴 再回頭打一下 A了吧 這個 這個直接硬A就打贏了 Dout怎麼剛剛猶豫了 剛剛高打滴又被秀了一刀 不敢再上去了 哇 Dark這邊用這個肉馬 嗅 嗅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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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血量只剩五滴血 好 那Dout這邊直接一個圍大的 圍好圍滿 好 那這邊拉了非常多村民 去圍家 Dark這邊是沒有把 右邊這邊先圍好 凡是專心下人馬就 那布麗麟這邊是決定 先圍好再說 那這邊可能要轉工兵了 四個人挖金 是一個正常的單 射箭場的一個 開局方式 好那這邊有四隻肉馬 開始在繞 發現都已經圍死了 那到河這邊有一個很好的示範 就是這個邊邊角角 用房子先堵住 那為什麼用邊邊角角 用房子堵住比較好 是因為你有時候村民 有離得太遠 可能就會來不及 把這個木槍給補起來 好 那目前看到 Dark這邊還點下輪軸技術 那布麗麟這邊呢 則是補下了市集 那後方呢 沒有補下射箭場 可是打一個變成 直層的一個套路了 好 這邊稍微村民維修一下 這邊槍兵 不敢直接出門 這裡要低調木牆 讓這裡面的槍兵出去 好 這裡一隻槍兵 繼續在偵察當中 OK 看到Dark這邊也是要準備來升城堡了 兩邊城堡實在應該不會相差太遠 OK 只差了大概10秒左右 兩邊打一個偏濃的 那布麗麟這邊是轉出了挖石頭的村民 這樣子的話 待會就可能會打出長弓兵出來 那長弓兵這個單位呢 那都是需要城堡產出來的 產量比較偏低一點 沒有辦法第一時間去騷擾對手 所以Dark這邊也可以考慮 直接3TC看 然後再把這個城堡 插在自己的城堡中心附近 作為血綁 但是我覺得現在這個主金需要保護 所以待會城堡應該第一根 還是要插在這面 那待會後面有城堡的話 也可以考慮插在家裡的附近 去做一個城堡中心血綁 然後防守農田的動作 那這樣的打法是有個優勢的 優勢就是他的城堡 可以產出更多的 更安全的產出長弓兵來 但是一開始還是3TC先下的關係 所以城堡還是不會那麼早 放下的 好 Dark繼續用這個肉碼 繼續騷擾當中 那布麗麵這邊也是很快速的 下了自己的惡農惡末 還有修道院 那有修道院的話 就不用擔心打打騎士的前期騷擾了 那這邊 Dark是並沒有打算 讓對方開心農上去的 已經補了一個工程器製造所 待會要來壓制這邊的黃金礦村民 好 這邊滴了一個木牆 讓老頭出去撿一下生物 這邊騎士的數量按到5隻之後 開始再轉成了品種 要來增加一下騎士的血量 那布麗麵他有一個小小的遺憾 就是他的老頭 是沒有救贖思想的 所以待會這個投石車 要怎麼撿是一個難題 這邊打出了一個洞來 結果老頭沒有防守 老頭已經出去撿生物 而且肉碼可能要抓掉這隻老頭了 老頭被抓掉家裡BBQ 這一波衝進來 城堡只能被迫蓋在家裡 哇 那根城堡沒有辦法往前蓋 有點傷 被控了金 好 這裡趕快蓋城堡 這裡衝車過來 拉個村民去 捶一下 那要特別小心後面投石車的傷害 哇 後面的長槍兵克努力在防守 但這根城堡能夠蓋起來嗎 看起來有點偏困難 道德這邊損失村民 已經來到了7隻村民 哇 8隻了 這根城堡依舊還是沒有蓋好 好 直接拉村民來解決前方的投石車 投石車這邊又再度砸到了一些村民 這隻村民也跑不掉 這一波衝鋒打法 打打雖然擊殺掉了非常多村民 但是自己也同時 這個TCDelay的關係 所以村民術並沒有反超不列顛喔 哇 這一部分是 Duck這邊比較危險的一個部分 好 那有往外開出一個城鎮中心 哇 這個城鎮中心蓋下之後 這個金喔 還可以繼續採黃金喔 所以這個地圖沒有到很差喔 就是這樣子喔 你就算主金被控了 趕快去開復興喔 是一個很重要的一個 反應跟觀念 就是你不要太執著喔 要把這個金 一定要在第一時間搶回來 畢竟你已經沒有金的情況下 還要再去 跟對手打有金的兵種 你用垃圾兵雖然可以反制喔 但是需要花費更多時間跟支援喔 那不如趕快去 採這個黃金喔 去轉出投石車阿 成功兵種 或是老頭 進行反制對方的兵種 會更有用一點喔 會更有用一點喔 好 那不列顛這邊是4TC開農 而且城鎮中心很便宜喔 所以前期的木材消耗 並沒有那麼吃重 而且還是這邊 快速撒出了大片農田喔 我看 32片田 城鎮中心半轎 還是獲得了一個很好的潔免喔 這時候我覺得不列顛最強大的經濟加成 當然他前期吃米洋吃得很快 也是一個很不錯的加成 但是城堡時代的這個潔免喔 是一個 讓他快速可以農起來的一個能力喔 所以不列顛一直都是一個不弱的文明喔 只是他的打法是比較偏困難的 因為你要除了產長弓兵之外呢 還需要產一些槍兵喔 在前面當坦克喔 防守騎士的衝鋒喔 才可以的 那不單單只是只有弓兵才可以 應該說其實所有的弓兵文明都是這樣子的喔 你不是只有單單的只用弓兵就可以打贏對手的 所以為什麼弓兵文明玩起來會比較困難喔 也是這個原因喔 那騎兵國家的話 通常就可以馬爆一波喔 無腦A過去 只要對手沒有轉出太多 駱駝跟槍兵喔 基本上護A 都還是可以打得贏的 好 那目前看到 然後捕獵兵這邊點下了2至1射 兩村民宿的部分呢 是達達的這邊是79吋 對上捕獵兵 89吋喔 兩邊的村民宿是差距10吋而已 達達是並沒有開下第四個城鎮中心喔 3TC開農 那這個農 呃這個農法的好處喔 就是他可以繼續 產出自己的馬供喔 而且也不會有太 太誇張斷圈的問題 而且可以更早 上到這個城堡時代喔 這邊轉馬供的優勢喔 就是不再需要耗費肉量了喔 然後把肉全部留給村民 然後讓他自己穩穩升到帝王 而且還可以接續馬供的騷擾 那如果這邊轉馬供的話 遇到不列電有彈道雪的話 可能會被壓制住喔 但還好不列電這邊是沒有打算 先開一下彈道雪 OK 不列電在這邊補了一個城堡 把這個儲金奪了回來 長兵開始在拆除外面的哨戰 這個沒有想到 很早就開始在開哨戰了 達達這邊也是 兩邊都在優先開圖 OK 後面再補下一個城鎮中心 那達達這邊如果要轉馬供的話 黃金的村民要再多補一點 這邊待會村民可能要全部補黃金礦 不然這邊黃金會有點 跟不太上馬供 更生帝王時代的 好 開始在補了 OK 好 不列電這邊點下了大雪 準備要來點彈道雪了 好 長弓兵直接過來給對方壓力 但是對方沒有把騎士往前送 這邊都是殘血的騎士跟肉 然後用老頭補血一下 但至少也把這些騎士的價值給炸乾了 好 這邊看到長弓兵往下走 老頭也往下走了一下 好 這邊馬供抓掉蓋燒蛋村民 好 那這個時候 不列電已經點下了帝王時代 這邊老頭很努力在加班補血中 但補的速度並沒有很快 好 後方馬供遇到了 不列電的長弓兵防守陣 這邊優先想要點掉這隻村民 但這隻村民一直往外跑 好 反而讓這邊長弓可以進行的輸出 哇 這邊馬供直接被射掉了三隻 長弓兵的傷害還是不錯的 打打這邊在中間補了一根新的城堡 後方長弓兵還在持續騷擾當中 這個長弓兵走進來 是怎麼走進來的呢 這裡是有洞嗎 怎麼看起來是這裡 啊 上面這裡有洞啊 看到了 哎呀 這個洞進來 農田這邊村民都沒有辦法好好種田 那這裡當然可以用騎士 去進行前壓這邊長弓兵 但是要小心這隻兩隻老頭 好 長弓兵稍微抵抗一下對方蓋城堡的狀況 但是城堡還是被順利建了起來 雷兵開始把城堡插在家裡 進行鞋綁動作 城堡插的位置 不能說到很好 但也不能說太差 如果是我會想要蓋這裡 畢竟是高底 我這個人一看到高底 就想要插城堡的衝動 這個位置的好處 是這個門面 這個門面一進來的話 一定勢必會遇到城堡 好 那這邊騎士衝鋒 直接收掉兩隻老頭 長弓兵也要被收掉了 OK 這一波打起來便沒有很快 讓自己的瑪光兵回來救一下 達達人這一波 把這波長弓兵解掉了 但 DOT還是成功的 用這個長弓兵 有騷擾到農田了 還是讓達達這邊有受到一定的經濟損傷 好 伯利典這邊三級射也補下了 工程工程師也點了 哇 這些科技都很貴的 尤其是這個工程工程師 非常貴 好 那這邊射程呢 還沒有升上去 就想說他先點這個 不先點義有其兵嗎 利用其兵的話 可以增加工兵的射程 那個要750木頭 義勇其兵也是一個非常貴的科技 這隻肉馬在這邊爐爐小小 但這邊 肉馬居然殺到兩隻老頭啊 到達這一隻 肉馬一直沒有解決掉 反而損失了非常多的老頭在後方 OK 這邊直接掠過銀罐技術 直接直升戰狼啊 戰狼後三級好之後 不列顛的巨型投資機 會獲得大概99%的命中率 對補動單位 雖然字面上是血100% 但總是會有意外 就我們當做99%來看就好了 那這個效果呢 讓他打戶頭這個巨頭時候 會有相當的優勢 如果他點下戰狼之後 馬上去攻擊對方的巨頭 是很快就可以解掉了 好 這邊超級準 但是這邊巨頭有高地優勢 所以血量掉得很慢 現在三巨頭在攻擊城堡 後面有一台巨頭 在攻擊後方的巨型投資機 好 這邊順利收掉巨頭 這跟城堡應該是沒救了 算狼號巨頭是非常強大的 好 下方想要蓋城堡去控圖 但是被對方給抓包了 這時候打打升到帝王時代 沒有第一時間補下重裝馬弓 是先去轉了一些村民 跟 還不知道他轉了什麼東西出來 對 還是要轉重裝馬弓 對不對 你上帝王不上重裝馬弓 這個打打是絕對打不贏不列顛的 OK 不列顛這時候也補下義勇騎兵 射程來到6加6 金瑞也升級好了 金瑞長弓兵登場 好 列顛這邊也升級了槍兵的升級 補下護衛技術 開始要轉步兵了 那不列顛為什麼還是要一些槍兵防守 最主要是因為長弓兵 並沒有拇指環這個科技 打對方騎士效率還是差了一點 騎士傷害的攻擊速度還是太快了 這邊長弓兵走到了正前方 開始輸出 好 這裡有彈刀鞋還是要稍微抖動一下 不稍微抖動一下的話會被射光 再拉一些村民過來把這根城堡給守住 但上方反而是自己沒有守下城堡 反而讓對方有蓋城堡的機會 不知道這上方會不會發現到 這也是很重要的礦區 好 劇情投司機直接開拆馬舟 這裡的馬舟感覺會不太妙 後方可能要再補更多的馬舟了 但達達這邊肉量有點不太夠 好 長弓兵的數量已經來到58隻 有這麼多的數量基本上是十拿九穩了 哇 這個長弓高地射擊 收掉騎士的數量速度還是很快的喔 好 現在達達人看到這麼大量的長弓 要該怎麼反擊呢 雖然馬攻打得贏 蝴蝶點長弓兵 但是需要一些坦克 那達達的寶兵呢 這個確實是很適合當坦克的一個單位 遠房不錯 而且價格很便宜喔 只要三十幾塊黃金喔 就可以... 產出血量非常高的肉盾 而且每攻擊一下可以獲得黃金喔 但當然需要肉盾來說的話 還是用肉馬來打就可以了 好 這邊馬攻加上肉馬 這邊的正面反擊 長弓兵可能扛不住 要優先射一下後面的馬攻才行喔 但是如果優先射後面的馬攻的話 正面的肉馬攻擊自己長弓兵 速度還是很快 所以不管怎麼打 這邊只靠長弓兵的話 是沒有辦法扛下這邊的交戰的 這就是為什麼 不列顛喔 還是需要十場 去補下長弓兵的升級 只單靠長弓兵是不行的 OK 五隻五個巨銀開始陸續補下 下方這個礦區躲了回來 現在不列顛要來專心攻打上方的礦區 這個礦區躲回來的話 這邊黃金也有可能拿得下來 打打這邊就會很難受 但是打打這邊是沒有辦法 很有效的去克制對方戰狼號的 一定要用自己大量肉馬去拆除 會更有效率一點 畢竟打打這個文明也是沒有火炮的 打起來會比較難打一點 除非待會點下鐵木的攻城數 打打才會有巨頭的射程優勢 那到時候再把巨頭的數量堆疊起來 打巨頭才會有一定的傷害 這邊肉馬從下方進來 但是有點在下水角的感覺 正面的馬弓也是直接被長弓兵給射爆了 這邊打打不太有應對大量的長弓兵 這邊巨型頭司機來到了吧台 來 上方拉拉六隻長弓 開始輸出 但是這邊石頭已經挖完了 有點來不太急 打打這時候要轉鹊鹊出來不太可能 因為城堡一座一座都被拆掉了 最後一根城堡也在上方 直接被巨頭給拆除了 這邊要轉出大量肉馬 才有可能擋得住前線 這邊肉馬的遠方是7 2加5 這個就是打打了 但這邊不知道剛剛打打有沒有補這個大草原耕種技術 可以讓這個肉馬的訓練速度更快一點 遠方7的肉馬 長弓兵37加4 他像肉馬只有4滴血 但雖然夠多還是可以秒殺 好 好這邊大肉馬加上後面馬公直接往前開始進行攻擊 後面巨頭要不要瞄準後方的 哇 戰狼直接打到後方大量的馬公 馬公這邊還是散開來了 但是戰狼號的威力還是很強大 長弓兵直接肉身硬扛前線的肉馬加上馬公的反擊 這一波反擊讓長弓兵損失數量有點多 好 戰狼號在後面繼續攻擊 哇 這個弱彈範圍實在是太痛了 後方的馬公數量還是被減少了非常多 這一波馬公結了有點頭酷的血流 好 這時候不跌跌開始展出了 奇兵的鎧匠 長弓兵數量只剩下少量的27隻在前線 其他長弓兵還在陸陸續續的從前線開始對應起來 但是上方這些長弓兵也是讓對手有點擔心 補了一些肉馬過去 但是這邊這邊的肉馬實在是太煩了 沒有槍兵在前線 奇怪的道德怎麼按了一堆均勻之後沒有產槍兵出來 這個有點怪怪的 哇前方的長弓兵損失數量越來越多 來到了高達大概60隻以上 好棒喔 後方這裡馬公還在持續輸出當中 長弓兵雖然一直在發 一直在拉弓 但是數量越來越少了 完了 涼了 好那目前看到 不列電這邊的一個反擊 還是有點虧 這邊巨頭本來有八台 只剩下兩台巨頭了 打打這邊肉馬公是打得很不錯 八十二片田 產出大量肉馬 這一波反擊 道德確實 醒虧 但是待會槍兵出來之後 打打人可能就不太好解了 還是要大量馬公喔 才可以解掉這些長槍兵 可能要趕快把這個上面礦區給奪回來喔 不然他待會就要斷金了 這個金礦完完他就沒金了 下方石頭跟黃金也被不列電給控下來 這邊肉馬再次上前進行拆除巨頭的動作 這邊巨頭兩台最後也是直接被拆除掉了 不列電現在已經失去了進攻的能力 但是槍兵開始在家裡防守 這波肉馬騷擾打得很不錯 哇 擊殺掉了道德非常多的村民 雖然道德村民已經快要佈滿一百隻了 但是打打這邊村民還有一百四十二村 有點卡人口 好 不列電長弓 持續拉弓當中 這邊開始射擊後方的馬公 這邊馬公抖動的還不錯 但是還是沒有能躲得掉 這邊長弓兵的傷害 哇 這邊長弓直接針對後方的馬公 前方的大肉馬完全不想理 好 有更多的槍兵走到了前排 上方的槍兵也是把肉馬給逼退了回去 這邊長弓兵還是用肉身在扛啊 有錢就是任性 用長弓扛大肉馬 有十二隻的話 就可以稍微能扛住這波的騎兵衝鋒了 這邊使用長弓直接去後排輸出就可以了 長弓兵繼續攻擊後方的動裝馬公 大肉馬繼續依序向前 這一波的攻勢 讓打打的馬公數量越來越少 這就是補雷兵為什麼打馬公有優勢的地方 哇 今天射程夠遠啊 一直守點後面的馬公就可以了 雖然正面大肉馬還是有稍微突破了補雷兵的防線 但是後續又補了更多的槍兵過來 最後戰線還是守住了 目前看到打打這邊的黃金量有點不太足夠的感覺 只剩下五百黃金左右 但是道河這邊的礦區還是非常多 好 下邊的礦區也要挖完了 這邊是打打最後的礦區的樣子 一千兩百斤 好 還有這裡 好 這邊也是打打死守地區 但這邊長弓還在往前 一發就是一隻馬公 哇 真的是一發一個啊 好強啊 不過力點長弓配上槍兵繼續往前壓制 前方的槍兵也是抽包了這些大肉馬 好 後方槍兵直接走進來 這時候打打補下二級農 終於意識到自己農田 肉量很少的問題 肉馬這一波抓村民抓得不錯 這一根堡能夠蓋得起來嗎 但是正面的長弓兵加槍兵已經蓄勢待發 這個槍兵不能離開長弓兵喔 離開長弓兵就會有危險 後方肉馬可以往前直接突襲後方長弓了 槍兵趕快回救 到頭這邊村民術加上人口 一斗已經兩百匹繼續往前了 而且有一些資源庫存看起來還行 村民剛剛又繼續補了起來 下方的城堡 好 結果繼續打到這邊肉馬 這裡分個兩隊開始燒我後方村民 不列典這邊防守 後方出現漏洞 這裡沒有足夠的槍兵 但是還是有發現到 槍兵趕快過來救了一下 這邊還在步步推進當中 達達想要自由多線 抵禦不列典的這波攻勢 但不列典的防守實在是 就是滴水不漏啊 背頭長弓兵還有33隻 但後面長弓兵有點被長弓兵卡住了 長弓兵再陸續補過來 繼續手點後方的達達馬攻 後方的兩台均勻托斯基 正在拆除前方城堡 那個城堡要趕快修理一下 OK開始修理 那已經蓋好城堡了 這邊已經變成了圖列典的陣地了 達達這邊還能再繼續扛下去嗎 後方大落馬還是殺到非常多的村民 這邊直接用槍兵上前一戳 現在槍兵有三攻的關係 戳這些巨頭傷害其實也不差 但是巨頭傷害還是非常高 這邊可能直接用長弓去點後方巨頭了 OK手點巨頭 長弓兵能點得下來嗎 哇射爆 箭矢數量夠多 40隻的傷害 每一下都是40點的打擊 但是達達這邊補下了更多巨頭 勢必一定要拆除這根城堡 這根城堡不拆除 前面就沒有辦法繼續挖黃金 沒有黃金達達可能就要被拿下 但這波長弓兵實在是太強大了 倒特 不是倒特 達達可直接打出了巨局 哇 倒特這一波長弓兵真的好強啊 控兵控得很好啊 這一坨後面還殺了62隻的單位 這個弓兵沒拉一隻就是一隻單位 這邊槍兵也是做到非常多的事情 它主要還是坦克的功能 保護到了非常多的殘攻兵 何況這個城堡也是壓倒了 打倒最後一根稻草 我們來看一下經濟的部分 經濟的部分是由不利典這邊拿下了 木材的勝利 食物的部分是稍微輸了達達一點點 但這個本來就是合情合理的狀況 因為達達本來就出這麼多肉吧 但是黃金部分可是多贏了大概7000左右 黃金的部分勝物只是贏了大概快1200 大概1倍喔 總體看起來這一把打打的攻勢 我覺得沒有問題喔 重點是不利典長弓 跟槍兵已經成型的狀況 他要反擊回去 本來就是一個比較偏困難的一件事情 那我覺得道德這邊做的很好事喔 一直用城堡繼續堡推前進喔 但做的不太好的地方是 剛剛一直用長弓兵去坦住前期的弱馬的傷害 不然他應該可以更輕鬆打下這場比賽的 那槍兵部分雖然很即時轉出來 但是沒有趕快按出這個槍兵的生產 科技算是很快啦 好啦 那麼今天的影片就差不多到這囉 那如果喜歡這部影片請記得幫我下訂閱 我們就下次再見了 各位掰掰 我們下次見